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开喜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教师 那么下面呢 我们一起学习第四个专题 清平的预备立宪与政局 那么下面呢 我们讲这个问题的第三讲 第三讲的题目呢 叫做清统治集团的君主立宪论评价 就是我们怎么样评价呀 新政府内部的这个君主立宪论 那么这个第三讲呢 分几个问题讲 那么下面我们首先讲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题目 叫做君主立宪政体的分歧 以于权力之争 君主立宪政体的分歧 与权力之争 那么如果说 我们以这个对待君主立宪的 这个态度来作为标准的话 那么清政府内部啊 这个统治集团内部啊 很明显存在着三种不同的 这种立宪的主张 或者不同的这种政治议论 那么之所以会出现这些 不同的这种政治主张 政治议论 那么固然是和这些不同的成员之间 政治理念的不同 出身经历啊 不同 他们的文化结构 品质优劣 思想方法等等啊 这个不同 和这些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但是呢 我们知道 政治的核心是权力 因此从本质方面来讲 这三种不同的君主立宪论 三种不同的政治主张 他又是统治集团内部啊 一个权力归属的啊 或者权力再分配问题的一个反应 是吧 其实他们之所以会出现 这些不同的这种政治主张 和他们个人的经历 思想有关系 但是更主要的是 表现为一种权力的 这么一种斗争 或者权力的一种再分配 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 完全反对实行君主立宪的 这些官员 那么完全反对实行君主立宪的官员 大多数都是亲政府的一些御史严官 那么这些人 长期生活在这个京城 跟外界联系很少 我们可以说是闭目塞厅 认为他们是闭目塞厅 那么这些人 都是以一种特聚 特立独行而自居 是吧 以直言敢见 来自语 自己很敢讲话 是吧 以封建制度的这种味道事来自居 那么在这些人看来 中国从这种乱到治 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从乱到治 应该说在他们看来很容易 他们认为怎么样就可以游乱到治 他们这样讲 他说只要 寻祖宗旧法不变 按照祖宗的旧法去办 就可以了 寻祖宗旧法不变 一县得以良有私 一个县得一个好的县官 而一县制 一个县有一个好的县官 那么这个县就可以治理好了 不必一正义 没有必要进行政治改革 说一省得以好都府 而不必其财亦能饮 一个省有一个好的地方 总督巡抚就可以了 这个总督巡抚 不必有特殊的才能 说讲到中央政府也这样 说政府得以好军机大臣 而天下治 清政府中央政府 有一个好军机大臣 整个国家就会治理很好 天下大治 不必大有为也 这些人不必要很有作为 那么在这些人的习母当中 这个道德是利得之本 那么这个道德呢 是重于政治的 甚至他认为道德是决定的政治 也说他认为这个政治是什么呢 政治啊 它只不过是道德的一种延伸或者外化 那么这种传统的政治文化 这种道德规范 那么成为这些人在思考各种问题的一个前提 就是考虑各种问题 他都受到了这种传统政治文化 和这些伦理道德的这种影响 那么这一部分人 他们代表的是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最腐朽的封建势力的一个根本利益 他代表的是那些最腐朽的这个阶级的腐朽势力的这个根本利益 那么这些人就有一种特殊的政治敏感 就是容不得人们对于这个传统的这个君主专制国体进行任何丝毫的这种改变 他们不愿意 人们对于这个传统的这个政体啊 或者国体进行丝毫的这种改变 那么这些人当中 有些人是围观很青年的 可以说是清正廉洁 那么有些人对清政府可以说是感恩戴德的 是尽于衷的 或者说是非常忠于这个清政府官员的那些封建官吏 那么但是其中也有很多人 他们考虑问题的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 是自身的这种既得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 那么这些人我们讲了是地方的 是这个中央的一些律史严官 他们虽然还没有掌握清政府的重要实权 但是他们也已经是清政府的重要的统治成员之一了 他们还希望继续在这个仕途上继续发展 获取清政府的更高的权利 那么这些人就有个担心 担心清政府如果说一旦进行某些政治变革 就会使他们原来这个仕途受阻 原来他们计划是吧 怎么样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集团 那么因此这些人 那么就从他们这个既得利益出发 反对清政府实行这个君主离线 进行政治改革 我们可以讲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 那么1906年呢 这个清政府搞了一个中央的官制改革 一般我们讲的叫做丙武官制改革 这是丙武年 那么在这个官制改革的过程当中 以这个守旧来著称的 监察院 这个督察院的督御史叫做陆宝忠 督御史呢 就是督察院的一个最高长官 那么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监察部长啊 或者是这个这个我们党的这个这个纪委啊 纪委主任呢 是属于这么一个官员 那么这个监察院的 这个督察院的最高长官 这个督御史陆宝忠 他就担心说 如果说一旦清政府改行了君主立宪 设立了议会 那么就会要裁掉这个督察院 那么裁掉督察院之后呢 那督察院的这些御史言官 是吧 他们就没有他们的位子了 那么因此这个陆宝忠呢 就给清政府上奏哲 说以后 如果设立议院的话 那么就由原来的御史言官 这些御史六科几十钟 无用选举 不用选举 就充认呢 这个议院的议员 那么很明显 他提出来这个主张呢 就是为督察院的这些御史言官 以后在政府里边 能有他们的一个恰当的一个位子 来考虑 他并不是从这个国家政治角度来考虑 很多的时候还是考虑 个人的一个既得的一个权利 一个地位 或者利益 那么这是 完全反对实行君主立宪的人 他在这个预为立宪的时候 出于一些个人的考虑 那么这些缓行君主立宪论者 还有这些主张塑形君主立宪论的这些人 那么他们之间这种争论 很明显带有一种政治见解的分歧 怎么样治理国家 有这种政见之分 那么但是同样 也具有一种浓厚的权力之争的色彩 就是缓行君主立宪论 和主张塑形君主立宪论之间 他们除了政见之分之外 也有权力斗争 那么双方斗争的一个焦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清政府的权力 到底是仍然掌握在 清中央朝廷当中的权贵手中 还是转移到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一部分地方都府手中 是这么一个权力斗争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些主张缓行君主立宪 和主张塑形君主立宪之间的争论 他们也是有权力之争的 那么讲到这些主张 塑形君主立宪的这些官员 他们的情况比较复杂 那么有些人 确确实实对于君主立宪 抱有很大的希望 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 希望通过这个君主立宪 达到消除中国的这种内忧外患的 这种一种目的 那么但是 也有相当一部分人 他们并不是主要的 或者说他们主要的不是从国家政治的角度 而是从权力的角度 从公立的角度 来认识君主立宪的 或者说投机于君主立宪的 也就是说 他们希望通过实行君主立宪 为自己创造一个参与清政府政权 分享更多政治权利的这么一个制度上的一个机制 你说他们这些人也是别有用心的 那么这些人当中最突出的就是袁世凯 就是希望通过立宪 为自己获取清政府更大的权利来创造条件 最突出的就是袁世凯 那么当时国内外很多人对袁世凯 产生了一种认上的错误 就认为袁世凯是当时一个立宪派的一个领袖 认为他是主张实现君主立宪的 那么其实呢 那么对于袁世凯来讲 实行君主立宪 对袁世凯来讲 仅仅是一个旗帜 因为我们看一些材料 就是袁世凯在这个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支出 态度并不是很积极 那么当时这个张检就跟袁世凯 跟袁世凯讲 希望袁世凯能够给清政府上奏折 要求清政府尽快的实行这个立宪 袁世凯讲 说现在时间还不够 还不到 叫做尚需还以四时 还有等待时机 那么但是后来清政府 派伍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了 那么在这之后 那么袁世凯才开始突然的 那么大上高调 宣传了清政府要实行这个立宪 那么袁世凯的意思就是 希望通过预备立宪 能够进一步的扩大自己的权位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当时有些清政府的官员呢 对袁世凯这种真实的这种想法 做了些揭露 揭露袁世凯的真实想法 当时有人在讲 说袁世凯啊 自从这个戊戌政变以后 和皇上有戏 跟皇上之间有矛盾 关系不融洽 袁世凯呢 就担心呢 一旦慈以太后 升天死了 绿太后一旦升侠 必获生不测 一旦慈以太后死了 他失去了政治靠山 光与皇帝重新掌握政权 那么对袁世凯不利 那么因此袁世凯呢 就是欲以立宪为名 先设一内阁 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 己居阁位 君同坠游 什么意思呢 就是袁世凯就担心 慈离太后死了之后 光与皇帝重新掌握政权 他就希望呢 通过设立责任内阁 把君主的权力 从君主那 转移到责任内阁 而自己做内阁总理大臣 那么这样的话呢 那么君主就被架空了 君主没有实权了 君同坠游 这样就可以使自己啊 避免这种遭到 这种这个 意外的这种灾害 这种灾祸 那么这个说法 那么我们看呢 他确确实实带有这么一种色彩 就是有些人 对袁世凯进行了一些 个人的一些攻击 有着个人攻击的色彩 那么但是这个说法 绝不是毫无根据的 为什么是毫无 为什么说 他不是毫无根据的 我们可以看一看 袁世凯给他的这个 兄长写的一封信当中 讲到的一个意思 袁世凯在给他的这个 家兄写的一封信当中 他在讲 他说如果一旦 慈禧太后死去的话 皇上独断朝政 岂肯忘怀昔日之仇 慈禧太后一旦死了 皇上亲自独正了 掌握政权了 那么他怎么会忘记 过去的仇恨呢 说择地之位置必不保 那么我的位置就不保了 那么由此可见呢 就说袁世凯也担心 一旦慈禧太后死了之后 那么光绪皇帝可能对他不利 那么袁世凯是希望借这个立宪 是吧 来扩大自己的权位 避免自己呢 那么受到这个 光绪皇帝的这种惩处 那么说这个塑形论者 那么他们在很多人 在考虑问题的时候 很多时候也是在考虑 个人的一些权利啊 地位啊 利益啊 也是各有打算 那么前面我们所讲的 这些问题 是就这个三种不同的 这个君主立宪论 以及他的代表人物的 主要政治倾向而言的 就是他们主要代表人物 是用什么样的政治倾向 那么如果就他们一个 根本政治态度来看 这三种人都没有超越出 封建统治积极的政治政治观 这三种人呢 他都是封建统治积极的人物 那么正因为这三种人 这三种不同的这种政治主张 在意理上 在实践当中 是吧 他们不但的互相的分析 互相的矛盾 而且有的时候是互相渗透的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虽然有矛盾 但是他们都是封建统治阶级 在意理概念上啊 在实践当中啊 有的时候 你看他们是有矛盾的 但是有的时候 他们又是互相渗透的 这个界限呢 并不是很清楚 这个主张肃行君主立宪论的人 和这个缓行君主立宪论 他还是有相似之处的 就是他们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立的 在政治意念上 理念上 他们是有相通之处的 是吧 还可以打一个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你比方讲 他们在讨论 是否改行君主立宪的这个会议上 是吧 他们基本上决定了 要仿行宪论 那么这个 他们之所以决定要仿行宪论 并不是像有的学者所讲的那样 是统治集团内部 这些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人 那么这个击败了 或者说呢 这个 是这些人反对 这个批评 反对这个顽固派的一种胜利 不是说 主张立宪的人 对于这个 反对实行立宪的人的一种胜利 是什么呢 是肃行居宪论 与主张缓行居宪论者 二者之间互相妥协的一个结果 那么在这个会上 主张肃行君主立宪论的人 和主张要缓行君主立宪论的人 他们之间互相进行讨论 进行辩驳 权衡利弊 那么然后呢 达成了一个共识 但是什么共识呢 就是说清政府要宣布立宪 但是不能够马上立宪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个在立宪问题上 主张肃行君主立宪论的人 和主张缓行君主立宪论的人 他们在有的时候 他们的政治主张呢 又有相近的地方 你用比方讲 就是清政府在1906年 就 谢谢大家